太棒了 余生第二部已经完成 肖战养子有望再次合作 相信大家最近都被余生夫妇给读到了 不少人表示太上头了 尤其是他们的甜蜜恋情 至今都让很多观众深陷剧中无法自拔 甚至大家都在嗑这对CP 并表示如果他们没有恋爱 就像是自己失恋了一样难受 大家都知道余生 请多指教是肖战 养子三年前的一部作品 虽然其中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没想到最终还是与观众见面 而且还被深深吸引了无数观众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正能量的爱情剧 无论是爱情观还是事业观 都给很多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而肖战和养子的搭档 无疑也成为了黄金情侣搭档 两人的爱情互动太甜蜜和上头了 仿佛就是在演绎自己的现实生活 所以大家才会一直磕他们的CP 也纷纷希望两人能够再次合作 期待他们能够二搭 如今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小说的第二部已经完成 在很多的阅读平台已经可以看到 主演讲述了两人婚后的甜蜜生活 比第一部还要精彩 因为其中加入了不少的亲情和事业的成分 但依然是以甜蜜为主 这个消息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真的是个好消息 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再次看到 余生夫妇的甜蜜日常了 而且有了第一部的磨合和搭档 相信如果再拍第二部的话 一定会更加默契 而该剧的导演在直播与网友的互动时 当有网友问到是否两人会二搭时 他也表示 会努力 那么言外之意便是会尽量促成此事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观众追剧 所以说 肖战杨子二搭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毕竟这部剧太火了 而且第一部中还有不少的剧情没有展现出来 大结局看起来也有些匆忙 所以第二部的出现非常必要 你期待他们的再次合作吗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哦 感谢观看